黃毓民議員 這個部分大家都可以發現 黃毓民議員做了一個良好的示範 你們這群鵪鶉吃光瓦藥 起碼他都大聲說說15分鐘 為何你不能說呢? 他可以說,為何你不能說呢? 總目23一路數下來,這一堆東西不能說 立入附表 這個立入不能說 不能說就不用排行這個程序 是嗎? 做什麼議員? 立入為何? 沒有這個立入,為何下一個程序? 為何你不說呢? 學無術 為何不能說呢? 說的人就叫拉布 重複說就叫拉布 這個附表 總目有多少? 醫療附罪,審計署,政府統計署,民眾安全服務署,政府化驗所,集行服務,申訴專員工處,退休金, 選舉事務署,政府飛行服務隊,香港天文台,工業貿易署,還有轉撥至各基金款項,還有副務署,為何不能說呢? 沒有一條會說,沒有一條人準備,做什麼議員啊?回家睡覺,點人,主席 黃毓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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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講得很清楚 總括可以將它分成幾項 第一是立法權 但很多時只是就政府提出的法案 投贊成反對或棄權 議員要投出私人條例組案 又要受《基本法》的限制 還要分組投票 這個立法權已經是形同虛傳 放在《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一項就是預算權 批准這個審核財政預算案 所以這是立法會議員 一個很重要的權力 尤其是今天的立法機關 現在我們這個立法機關 當然我們還有同意權 對於官員任免我就沒有同意權 但對大法官、法官的任免 這裡要行使同意權 立法權預算權 同意權是一個質詢權 質詢政府的施政 你不能嫌他 啰嗦、湧場、無聊 這是立法會議員的天職 還有一項叫做彈劾權 就是彈劾你不到 因為是彈劾行政長官 你作為議長很清楚 這個總目十四 立日附表 為何不可討論 為何不能重複討論 為何不能重複討論 很簡單 如果 剛才幾位重複發言的議員 不要針對一項重複 總目裏面 即是在這十四個總目裏面 你每項說十五分鐘 都有時間說 你不是預料別人可以說的嗎? 這些叫做拉什麼布? 請問 如果你預料七十個議員 就每一個總目都發言一次 又很稱職說十五分鐘 沒有拉布 沒有重複討論 你給我乘下 十四個總目乘十四分鐘 再乘六十九人 是多少時間 浪費多少公帑?王國興 說你有多膠就有多膠 有多seven就有多seven 這樣又浪費多少公帑? 是不是理論上 可以這樣做? 尊貴的主席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七十個議員 除了你老人家 六十九個都可以發言 又可以不發言 那我們尊重他不發言 最多他接受 別人的批評 說他不應該拿這八萬七元的工資 是不是? 但是發言的議員 怎樣叫拉布啊? 根據你的判斷 這些叫拉布 所以你把那把金剪刀 明明是說謊的那把金剪刀 金做的嗎? 我現在是不說話的 我告訴你 我看上面慢慢看 就慢慢看 十四個總目 我都預計 我沒有說完 你不要說我拉布 我有準備的 哥 我是說申訴專員工處 我是說審計處 我是說政府非行服務隊 是不是? 我選幾個來講 拉什麼布啊? 我認為要納入附表 大部份我都贊成的 你十四個總目 是不是? 但是有些 我要提出一些意見 那為什麼不行? 怎樣浪費工廠幾個小時? 二百多萬 什麼概念啊? 你不要說現在高鐵 延五工程 可能要多幾百億 那些不是工廠 那是什麼概念啊? 又可以拿王國興來比較一下 是不是? 那個阿婆說你一個西門出來的 你大一點啊 是不是? 大家同一個西門出來的 是不是? 你又不幫一下你阿婆? 全民退休保障 你有老爸老母親生人 沒有啊? 說話 她可以說 你又給她說十五分鐘 是不是? 你批判那些所謂拉布的議員 你都要給我十五分鐘回應她 是不是? 立法會議員 即使預算權 立法權 同意權 質詢權 彈劾權 有五個權 不說你都可能不知道 王國興 說說說 是不是? 小弟就滾瓜爛熟了 對於這些立法權 尤其是這個立法權是小到制爪的 我們只能夠在一個俠逢中 在一個納粔那裡 去盡一個民意代表的責任 現在是 有什麼問題啊? 即使是拉布 所謂拉布也且 只是延長開會的時間 是不是? 令到大家更加明白 那個會議的內容 甚至乎對政府構成一個壓力 這個是世界通用的做法 這個是 議事規則容許的 哥哥 你都刪了梁國雄 九百多項修訂 是不是? 九百多項修訂 是不是? 你都刪了它 你都用你的權 是不是? 有沒有這個權 我今天寫了一篇文 你看看太陽報 是不是? 就是批判你的了 那個議題很簡單 就是說你削權 黃毓民議員 你削減這個議算 我根本就是濫權 我告訴你 是越權 是不是? 我有權說的 你現在做主席 你不能辯駁 你現在做主席 你不是跟我辯論 黃毓民議員 你叫我返回正題就行 你不能在會議廳裡奏 奏我的財 你叫我返回正題就行 黃毓民議員 梁國雄的修訂案 OK 不說 我不想 因小失大 所以有時候做人都很慘 要委屈求全 說回來 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在我們議事廳裡 有69個議員 除了你路人街要主持會議之外 有什麼理由就這個總目 就是 第一組合併辯論 總目一一 就是這個總目 那麼多個14個沒有人說話 是不是? 而可以說話那些 又重複說話那些 那些人會被人罵 你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你要合併辯論 整這14個 放在第一個部分 給大家發言呢? 理論上大家都要發言 主席不夠人 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 黃國興議員你不要出去 出去我又點人了 OK 你一出去我 一不教人 我又點人了 我說你說就行 我坐在這裡聽你說 是不是? 告訴你 萬幾分鐘 如果每人就這14個總目 說15分鐘乘以69 是不是? 就真的浪費很多公帑 是不是? 主席 我回回正題 總目14個 我現在先說第一個 就是總目114 申訴專員公署 以及這個審計署 我都要說的 因為這兩個都屬於 所謂澄清理智 政治防腐的機構 因為香港 政府不是選出來的 行政長官不是一人一票 普選產生的 而這個立法機關 也只有一半 通過地區直選 一人一票 選舉產生的 所以政府 這個行政權 基本法 給它一個 所謂至高無上 絕對權威 好像你六人街 立法活 行政霸道 行政主導 等於行政霸道 不受約制 或者立法機關 對它的監察 力量非常薄弱的情況下 港英時代 英國人想到 政治防腐 澄清理智的機制 主要是三個 一個 就是 申訴專員公署 一個就是審計署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ICS 廉政專員公署 雖然近年 廉政專員公署 就是被一位專員 敗壞了 金七招牌幾乎 就已經是 爛了 現在要去補救 但是這三種制度 基本上就是 有一個所謂澄清理智 和政治防腐的功能 來彌補立法權 的權力不張 沒有辦法去監督行政霸道的 政府的缺陷 所以爲什麽我們在這個 總目裏面 我們沒有提修正案 是吧 我們 將這個 所謂這個總目的 款額 款額 納入這個負表 我們是沒有反對的 是贊成的 爲什麽我們沒有提修正案 以及 沒有去提 這個修正案 來削減開支呢 就是我們覺得不但 譬如 有些部門 例如審計署 其實你還應該 增加開支 是吧 申訴專員公署 都是 是吧 我覺得申訴專員公署 做得不夠好 是吧 他是有調查權的 他對政府部門的行政 失當 他是可以糾正他的 所以你看看 他是有監察政府的角色 而他要發揮這種監察政府的角色 有時還比我們立法會 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制度上 他有個調查權 對於一些所謂官僚的雜性 我覺得 譬如說 現在已經開始慢慢出現一些漏雜 申訴專員 他應該當一種監察政府的角色 官僚雜性 不可以影響 這個所謂行政公平 是吧 工營的機構 向市民要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 他要監督他的 是吧 又防止他濫用職權 是吧 例如最近大家在網上看到 有一個食環處的女士 就是那個 對一位 已經差不多八九十歲的老人家 那種侮辱法 他在那裡行使他的職權 但我們認為他是濫權 是吧 這些其實可以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 我寫了封信 先給食環處 喂 你麻煩你去跟進一下這件事 現在幾乎已經是輿論輪圓了 你不要看網上 的一些意見 就以為這個網民 網民不是人 是吧 網上的意見就變成主流意見 整整一下 留意一下 好像最近自由黨 那位年少氣盛 那位年輕人 所做的事情 昨天在立法會 報紙就要登上了 網上在那裡遺疊 然後報紙就要登上了 不要當網民不是人 網民都是市民 都是人 所以現在為什麼 很多政府部門 都會有網頁 有網頁 就是這個意思 很簡單 所以 新訴專員工處 也要防止 下次再說 梁國雄議員 第四次發言